結果發現說那個太太太認真了 每次幫她那個先生燙青菜 雖然都燙很多 可是又燙很久 然後導致她那個甲離子 都濃在湯裡面 這個湯都沒有喝 這兩個裡面其實也有玄機 香菇跟草菇 其實 跟一般的菇來比 大概快要接近兩倍 所以你想要更好的甲離子 或是你外食吃太鹹了 其實你可以多吃一點草菇 其實譚恩老師要提醒大家 就是吃菇想要消水腫 降血壓要注意的事情 其實就是一些特殊的病人 洗身病人所有的菇類 我還是建議要燙過 把甲離子去掉 有一些是痛風的病人 在發作期真的不建議吃 對 因為它是處理刀骨離 而且我也遇到滿多人 只要一吃了菇類就發作的 那真的也要小心 我自己會常常吃香菇 因為我晚上減肥 我覺得吃香菇很好 宵夜啊 沒有啦 就是 取代晚餐 對 我覺得就用菇的料理 可是我常常買回去冰在冰箱 有時候時間久了 就是沒有馬上吃的話 你摸起來它打開會 花花的 對 花花的 如果今天中午才煮的 就是花花的 你會不會洗掉 洗掉其實都OK 這樣子是OK 正常的嗎 其實這個菇類 其實它在5度C 就只能保存3到7天 這是一個正常的 但是你的菇類挑的時候 就要注意你要這個 譬如說我們這個杏鮑菇 或者一些菇 它一定要是有硬硬的 然後它的這個 真空包對不對 其實除了真空包之外 就是所有的菇類要 就是要有夠硬 然後像新鮮的菇 保水度要高 如果像有一些金針菇 或者是一些菇 你頭一碰它就掉了 其實這些都不建議 對 事實連力的 香菇一摸它如果裂掉 也是不好用 香菇其實要這樣看 那個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中間會有一些 立的皺褶 它的皺褶要立 然後這個要是捲曲的 那顏色要 那香氣夠 這一般來講就是比較安全 又是好的 那厚度大概就是一公分 因為我覺得新鮮香菇 有時候一大包 那個很容易 都是滑滑的 因為你一次不會煮那麼多 有時候就會滑滑的 你一定要把它放到盒子裡面 去密封 對 或者是把它冷凍起來 然後下次要吃的時候 就不需要洗 就直接把它 可以冷凍 冷凍不會破壞了它的 營養 口感什麼的 其實不會 如果你這種菇類買回來 你直接把它冷凍了 曾經有一個日本的學者就說 你把這種菇類 切成你要的大小 然後冷凍之後 然後你下次要吃的時候 就直接把它丟到湯裡面去煮 反而是最有助於 減肥效果的 減肥效果 好厲害 那又不會滑滑的 對 然後你就是 可以保存比較久 但是要記得不要跟空氣接觸 就是要密封 好 不過營養師 這個我們剛剛講這個 假的一種 譬如說消水腫 降血壓 講的是香菇跟草菇兩種 但菇類這麼多 還沒有其他的菇 也是有這樣的幫助 其實草菇的假是最高的 然後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都整理出來給大家 那吃菇其實剛剛高血壓就是 你像剛剛昌明哥提到的火鍋 其實火鍋 你要吃菇 要降血壓有一個技巧就是 你煮完之後你不要加肉 你就可以先喝那個湯了 然後之後再下後面那個火鍋的量 對 但是如果說真的煮太久 太鹹了也就不要喝了 不然基本上你也沒有喝到 太多的這個加力 譚老師 依照你彈式的蜜招 怎麼煮 對 你這怎麼弄這個 其實所有的菇類就是少調味 因為它本來就有它特殊的香氣 然後不要就是那個 太多的油下去 特別要注意是這個猴頭菇 因為猴頭菇 如果你處理不當的話會很苦 所以你最好是 泡水擠乾 多幾次 可以去掉這個苦味 這個拿來煮湯其實是滿好吃的 對 其他的這些菇 其實就不要煮太久 快速的 燙過它其實保留滿多的原味 好 來 再來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要來看看 這個膳食纖維能夠幫助 降血糖血脂 哪一種的菇料裡的膳食纖維 的含量是最多的呢 先這樣嘛 這樣才知道要怎麼選的 要看它的外表 1是花菇燉雞湯 2是袖珍菇燉雞湯 這時候就比較分析了有沒有 2比較多一點點 為什麼是1 因為我覺得 它的纖維質要比較多的話 我覺得花菇它比較硬 以貌取人就對了 對 那我覺得它本人 袖珍菇它就軟軟的 它本身的纖維質 我覺得它應該嚼勁 各方面都比較多 可是我其實我出發點 是看誰膳食纖維 感覺比較多 是我在想口感 因為花菇其實吃起來 還是比較像香菇 雖然它的外型 感覺比較多 一絲一絲 可是吃起來 還是比較滑嫩的口感 我印象中是這樣 可是那個 袖珍菇 袖珍菇吃起來 有一絲一絲的 就是咬起來 比較粗的感覺 對 我們三個判斷方式都不一樣 我是以數量來判斷的 數量 因為它那樣一株 它只有一個 可是對 袖珍菇 有一株就有三個 所以就會覺得 對 因為我自己選擇 這個好嗎 它也可能一個或八個 她有一個一個賣 菁姐 如果這一題 妳答對我真的很歐 她很小 妳數量一定不好 妳數量比較多 我覺得她三個 妳就算是我答對就好 不用管她 不用管她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來 聽媽媽 媽媽常在料理 對 比較有經驗 比較厲害 以膳食纖維 我覺得膳食纖維應該差不多 但是如果降血脂跟血糖 我覺得是袖珍菇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最近很積極在減肥 因為他去做健康檢查 他的血脂跟血糖都偏高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你要小心你的飲食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因為我們都會一起去買菜 我就看他每一次我們去買菜 他都會買袖珍菇 答案是1 花菇 我來看看 妳當是佩傑的關係 剛剛都加進比較好啦 看起來真的比較厚 比貿取人是對的 價格取勝嗎 這個 妮妮老師從來都不給我一趟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有分析調查 100克 比如說同樣重量 100克的這個花菇 跟袖珍菇來比的話 膳食纖維真的差很多 100克的花菇 它是5.3克的膳食纖維 那如果是袖珍菇的話 只有1.8克 所以你說有差 是真的有差 三倍 對 接近快要三倍的一個量 差好多 對 所以其實袖珍菇 在所有的菇類裡面 算是膳食纖維 同樣都跟菇來比 它是算低的 對 它是算低的 對 這邊剛好有一個觀念 可以澄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鼓勵病人說 要吃高鮮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血糖 跟血脂的問題對不對 那病人回去 第一個一定會選 他自己喜歡吃的蔬菜 所以一般 尤其是老人家 它可以入口通常都是瓜類 比如說什麼冬瓜 或是說什麼 對 大黃瓜 小黃瓜 偏偏這種瓜類的蔬菜 又是比較低鮮的 對 它大概都平均 大概就只有一克以下的膳食纖維 都很少 我們建議的是吃類類 是像綠色的蔬菜 地瓜葉 花椰菜 或者是菇類 菇類裡面的佼佼者的話 膳食纖維 佼佼者 就是屬於花菇 那它因為香菇差很多嗎 它其實跟香菇差一點點 但是它是所有 目前我們今天要講的菇 裡面是第一名 不過膳食纖維 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降血糖 血脂 還有沒有其他什麼幫助 第一個當然首先 就是這些代謝症候群 我們剛剛講的血糖 血脂 血壓 全部都屬於這一類 這個要吃 第二個族群 我發現有一個族群 我非常建議吃菇類的 就是大家知道 最近那個大腸癌 大腸癌的那個年輕人 你身邊很多朋友很年輕 就得到大腸癌 這個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飲食的關係 我們喜歡吃一些紅肉類的 喜歡一些加工食品 如果說你喜歡吃這些東西 你又有便秘 你又有家族食 有什麼大腸席肉 有大腸癌的家族食 女孩子有乳癌跟子宮殿 為什麼 這個跟大腸癌也有關係 有乳癌跟子宮殿 得大腸癌的機率會特別高 這個人一定要務必 要多吃這種菇類 這菇類我們好像想說 它可以把一些油脂什麼 包覆掉之外 把一些毒物的東西 都整個帶出去 好 下次就知道 如果你去夜市買什麼 鹹酥雞什麼樣的 記得要再多加一個香菇 多一些金針菇 吃火鍋的時候 金針菇也要多吃一些 如果是滷味的話 那個可能多一點菇類還OK 但如果是炸那個什麼 杏鮑菇 什麼那種炸的是不是會破壞掉 因為今天第二題提到的是膳食纖維 那膳食纖維 並不會因為高溫而流失 所以 但是膳食纖維有分兩種 一種是水溶性 一種是非水溶性的 那如果提到的是 幫助血糖穩定的這些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建議 還是不要油炸的 就是不要太多油炸的這樣子 那如果想要靠吃菇 來降血糖血脂 有哪些人要特別注意呢 其實如果是 腸胃道功能不好的人 或者要即將進入一個大手術 像剛剛那個洪醫師講 大腸癌吃這個滿好的 但是如果是要做檢查 或者是要開刀的 這個暫時先不要吃了 真的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高纖維 因為要檢查好像都是建議妳說 在前一天還兩天 那個纖維質就開始要 下面要簽那叫 B-X-E B-X-E 對 所以就要小心 還有什麼菇 對於降血糖血脂也不錯 對 其實剛剛提到的 那個花菇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在這邊 謝謝你 糟了 謝謝你 謝謝大家